通脂廚房 大家好我是通少 歡迎來到通脂廚房 今天快脆煮系列 為大家介紹一個非常滋潤的 冰糖雪耳雪梨糖水 雪耳用來預先一天 將它浸到軟身 雪耳浸軟之後 將它洗乾淨 然後將它底部 深色的硬塊 用刀將它切走 然後再將雪耳 切成細細塊 雪梨先洗乾淨 然後把它去皮 然後將雪梨 切開成大大塊 將雪梨切到細細細 以及謹記將裡面 所有深色的地方都要切走 只要有少許切得不夠乾淨的話 煮出來的糖水就會大酸 將指定份量的水 用大火先把它煮滾 然後加入藍筆痕 切碎的雪耳 和指定份量的冰糖 當水滾起的時候 就轉為中火 蓋上鍋蓋 煮20分鐘 20分鐘之後 就可以加入剛才切好的雪梨 轉為細火 煮多15至20分鐘 完成 上桌可以吃了 只要你的肉 切得夠乾淨的話 這個糖水 一點都不會酸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滋潤 而簡單的糖水 大家有空就做來潤一潤 吃譜所需要的材料份量 都可以去我文字食譜重溫 在這條短片的info 就這個食譜的連結提供給你參考 如果試過覺得好的話 就記得來通知廚房的交流群組 刊登你的作品給大家欣賞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 希望你會給個like 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我 訂閱完之後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才會收到我最新的通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